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告他封口费的案首次传讯 检察官表示川普因源自三宗选前 这是在2016年封口费案的34项伪造商业记录重罪指控而遭到起诉 川普在法庭上对34项指控宣称不认罪 并且宣布他将进行无罪抗辩 在法庭审讯的程序当中 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Huan Merchant公布了起诉书 从川普与辩护律师在被告桌落座后瞬间被拍下的一张照片来看 川普看上去神情肃穆而坚定 若有所思 法官莫成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审讯后 没有拘留川普 也没有对川普设下开审前的限制 并且表示此案可能明年的元月在开审 川普的律师在法院外面表示 这份起诉书本身就是个陈词烂调令人遗憾 我们将提起抗告奋战到底 川普走出法院时也没有对等候的媒体记者发表任何的谈话 纽约大批支持者聚集观看川普离开川普大厦 以及后来在提审结束后离开法庭 川普在纽约法庭应诉后回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这是历史上第一起针对美国现任或是前任总统的刑事起诉案 而这个起诉案疑点重重 许多人表示这个是陈翻旧账 因为在原本他们老早已经过了起诉的实践 而且也不晓得这个所谓的封口费是真是假 另外之所以向川普起诉 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检察官 在六年之前就已经向公众发誓表示将会尽力的将川普能够把他搞下台 因此很多人说这是无疑一场政治迫害 另外在全美焦距纽约市的同时 关注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曼哈顿刑事法庭上 对他的封口费指控进行听讯的前夕 那么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各个的新闻媒体都要求 都邀请了多位法律界政界以及学术界等领域的专家 为观众提供探讨此案的背景 公正性以及这个案件对于未来美国的意义 同时也在多个城市采访当地的民众询问他们对这个案件的看法 虽然立场不同 但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案子是史无前例的 是美国的悲哀 势必对今后美国的政治和司法产生重大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则消息 石油输出国家的组织和结盟油国OPEC Plus 目前宣布减产 那么开车的人已经感受到汽油价格上升的压力 全美汽油的平均价格在4月4号涨到了每加轮3.5美元 纽约市的加油站甚至不止这个价格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OPEC Plus在4月2号宣布每天减产100万头 宣布后立刻产生了后果效应 那么现在的原油价格呢 已经从3月31号每桶77美金推高到4月3号的81元美金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AAA的线上追踪器 全国的汽油价格4月4号已经涨到每加轮3.5元 一周前为3.43美元 上个月是在3.39美元 纽约邮报报导 4月4号早上皇后区的Briarwood这是在纽约的加油呢 美加轮现在是3.46美元 华尔街分析家预测 OPEC减产最终可能将原油价格推置到每桶100元以上 汽油价格肯定还会再涨 AAA表示汽油价格上涨将会打乱人们今年春季和夏季的出油计划 俗称白卡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为低收入民众提供医疗保险 疫情发生后放宽了参加资格 但各州政府从即日开始的14个月里将会重新审查资格 估计将有数以百万的居民因为不再符合条件或申请过程中遭遇手续问题而被剔除 Northwestern Medicine联邦医疗补助计划政策研究员Lindsey Allen表示 身心障碍的民众母语并非英语的民众 疫情期间更改地址的民众办理白卡序言时特别容易遭到困难 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副教授Figueroa说 有9200万居民突然必须在限定期间之内同时填妥资料 可能遭到白卡剔除的民众应该如何准备呢 纽约时报报导最重要的是要确认在州政府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登记的联络资料都是正确的 民众可以前往州政府联邦医疗补助计划网站开立账户 确认个人资讯是否正确 并且更新联络方式 民众也可以打电话到州政府的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办公室洽询 但在这段期间的服务专线恐怕不容易拨通 那么另外注意是否收到州政府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办公室寄发的邮件 电邮或是电话通知 某些州已经开始联络居民办理白卡参加序言 不过这是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白卡与五宝计划副主任Jennifer Tober指出 绝大多民众可能好几个月后才会收到通知 办理序言的信件 4月份没有收到通知的居民 以为自己没事不受影响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各州要求缴交文件略有不同 一般都会要求确认收入的情况 联络地址 抚养对象人数是否改变 那么他表示要求确认或是更新经济状况等通讯的通知 回复期限为30天 至于已经不再有资格参加白卡的民众 可以透过Affordable Care Act市场平台 挑选可想补助的保险计划 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国会众院议长Kevin McCarthy 麦卡锡 5号将与过境美国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在洛杉矶会面 写下此类会面首次在美国本土举行的历史之际 美中台三方都在精心算计 努力确保蔡英文的加州停留 各自获得应有的关注 却不致引发新的政治危机 路透社指出菜卖会势必引起北京强烈的反应 但可能不会重演去年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访台后在台海进行大规模军演和发射导弹 那样紧张的局面 华府智库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Jacob Stoke表示 台北华府及北京显然都在某种程度上 谨慎地揣拓蔡总统过境的实质意义和形象 熟悉会面计划的人士称 美台已经采取措施减少此行对中国的挑戌 包括在加州举行菜卖会 而非华府附近或台湾 蔡访美也很少公开议程 国务院已与蔡英文团队协商 她的纽约行保持低调 不激怒北京 加州行程也有类似的讨论 以于蔡英文和民进党也担心 明年台湾举行的总统大选 台方需要要求低调 分析人士还指出 中国不激烈反应也有强烈的动机 中国放眼台湾2024年的总统大选 高调欢迎前国民党总统马英九的访问 时间恰逢蔡英文过境美国 北京为改善与欧洲的紧张关系 这个星期还将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 乌兹拉·范德·林恩到访 欧洲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企图将自己塑造成乌克兰和平缔造者 欧洲高级官员来访 可能会缓解和北京的反应 若北京在台湾周边举行更多的军事演习 会让欧洲人对习近平产生负面感 北京也不想让马英九难堪 美国的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前处长 Douglas Paul指出 北京确实需要考虑许多观众 前白宫国会台湾中国事务主任 简以荣则表示 北京希望透过马英九访钟 让台湾人相信 与中国关系更紧密 会带来繁荣稳定 总体来说 这代表进一步的报复 可能会相当的温和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的 美国以及主要的国际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在空中相会 拜拜